如果 剛才講 今天去查了36項的食材 竟然都沒有米酵菌酸 那如果這些剛才講的龜丫條 現在還包括那個醬料 還有包括那個歐島油 如果裡面都沒有米酵菌酸 這米酵菌酸從哪來的 對 現在來講的話 整個這個保齡的案子 我們這越看越模糊 一開始說是龜丫條有問題 然後把這時序又弄出來之後呢 又說可能龜丫條都驗不出來 然後又回頭就說 欸 這個食材 我不知道黑醬油 搞不好你的薑黃粉有問題 結果答案出來了 35樣食材都沒有問題 都沒有 現在市長王畢生又說 好 回頭又要來看這個龜丫條可能有問題 又回去講龜丫條 對 那這個時候已經過那麼久 在講龜丫條 我們查了出東西來嗎 現在來說的話 他們請了王牌大律師 劉尚銘 然後現在這個立法學院他們 如果到最後真的沒有辦法 找到米酵菌酸 沒有辦法把這東西連結起來的話 你現在在講這些 都是說 所以 你長期的跑 司法 你長期的跑檢調 司法檢調 你們要講的 如果我一開始在整個保齡查室裡面 查不到米酵菌酸 我很難定罪 對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呢 是誰去的 不要忘了 一開始是衛生局去的 台北市衛生局 台北市衛生局去 結果他去了之後呢 他要去查嘛 他要去查說 那你們之前做的龜丫條 有沒有客人吃剩下的 你要先查扣食魚的部分 那個食魚的部分 對 另外來講的話 就是你的圓內要查扣 結果呢 全部要查扣 沒錯 結果他們竟然雙手一攤 保齡查室就說沒有了 食魚沒有了 龜丫條也沒有了 然後呢 衛生局竟然就相信了 打包回家 等到 也沒有查 也沒有扣 然後都沒有扣 都沒有查 然後等到的地檢署 覺得說不對了 怎麼會死兩個人 那時候大家才下去的時候呢 士林分局是半夜過去喔 半夜過去的時候 其實他們一看到那個 乾乾淨淨的廚房 他們大概心就涼了一半了 你會吃死人 你的廚房一定是又髒又亂 然後呢 他們問他的時候其實 警察辦案是有節奏的 他不會直接說 你東西給我 他們就慢慢的聊 慢慢的聊 看看 你東西你在聊是放哪裡 結果員工只給他講一句話 前兩天衛生局來過了 這句話代表什麼意思 就算當時候的廚餘還沒丟 你衛生局走了 我還不趕快丟嗎 一定馬上丟 對 所以呢 新一分局他們有沒有查到東西 他們也沒有查到 對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你看喔 李仿軒為什麼 那時候去台北市政府開協調會的時候呢 可以這樣雙手插腰 因為他大概心裡有底了 他處理光了 反正衛生局你來過了 新一分局你也來過了 如果我這個地方乾乾淨淨的話 就算 這兩名死者裡面 一個是血液裡面有查到米笑聚酸 一個除了血液裡面 連胃裡面都有 那表示是劇毒劇量 問題是如果你在案發地查不到的話 你最後要扣到保齡查室 其實難度會非常的高 你這一層行為 如果說有一個人如果開槍殺人 開槍殺人我找不到那把槍 你很難定罪 現在這個狀況也有可能這個樣子 對 你要找到米笑聚酸 你今天你的政府給了這個保齡查室 有誰說的 湮滅證據也好啦 清理也好啦 處理也好的時間以後 你已經都來不及了 對 其實米笑聚酸就是那個殺人的槍 到時候大家記不記得 現在有一個新的建案已經出來了 單價一坪兩百萬 那時候是誰的都更案 正義國宅都更案 正義國宅有個地主 他就是一直不願意 一直不願意 那時候被人家說成是第一子戶 不願意都更 對 不願意都更 結果呢 走出他家門的時候 胖胖 被打了 兩門就直接把他打死在家門口的機車上面 然後打死了之後呢 好 警方就開始大動作來追查 然後傳出來說呢 槍手到了大陸去了 好 想盡辦法把他引渡 兩岸司法互助 結果呢 官司打到最後 無罪 為什麼無罪 因為那一把槍 一開始 你都開槍把人家打死了 而且在人家家門口打死了 無罪 對 人也抓到了 因為你所有的旁證 機證 然後連監視器都拍到你去那個地方了 但是最後就是沒有那一把槍 沒有那一把槍你就勾擊不出來 所以呢 最後無罪 然後呢 叫說的也無罪 然後全世界都知道 恐怕就是你打的 監視器也拍到你打的 大家都知道是你打的 對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你說米肖俊酸現在來說 為什麼他們不怕 對 最後無罪定業 然後呢 連一開始被起訴說 你是不是去叫說的 一串當初查出來一串 全部無罪 這像不像今天這個案子 就是因為找不到槍 對 就是因為找不到槍 好 那現在來講的話 你說米肖俊酸從何而來 到現在已經說不清楚 講不明白 我們要講一件事情 那個時候24號的時候 衛生局去 去的時候呢 已經死一個人了 你怎麼可以空手而回 你是不是應該要先扣 你怎麼知道 他說的是真話還是假話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 不是 24號是來得起喔 因為24號還是有人 24號去吃了以後 也是上吐下線 對 如果那個時候有扣的話 那有機會可以查出來 還有一個重點 你24號你什麼東西都沒扣 然後你什麼東西 都沒有處理的情況之下 你讓這個保齡茶室 繼續營業 這個在辦案來講是大忌 因為你沒有保全現場 你怎麼知道後面來講的話 是我們的問題嗎 會不會是25號來消費的消費者 26號來吃飯的客人 他們的問題 所以其實在24號的時候呢 他們政府應該就把信義分局 一起叫過來 對 在過去來講 你出了人命 你第一個就是保全證據 保全現場 你要把全部東西給弄完 所以你去了 你也問了 問了以後你空手而回 不但空手而回 你要繼續營業 你讓他繼續營業的意思就是 他有時間處理所有的善後 對 所以呢 他在24號看過你衛生局來之後呢 一定都處理掉了 如果你沒有處理掉的話 怎麼可能會 你什麼東西都查不出來 那現在你在講的時候 你已經理不清楚 搞不清楚說 這批貨到底是哪時候來的 好那現在只能從說 你當時在叫規壓條的時候 往前回推 回推的時候 這個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搞了半天剛剛講到的 你現在最嚴重的是19號 對 19號 而且19號是幹嘛 19號是新的廚師 那個越南廚師 去代班的時刻 所以再去問這個 所謂的之前的這些店員 他說他們的規壓條 不放冷藏的 規壓條為了讓他能夠香 為了讓他能夠Q 不敢放冰箱 直接暴露在常溫狀態 好我們來講一下 他一次進貨規壓條20斤 20斤多不多 其實不多 如果你是在百貨公司 你看原百五星級 就是那種信義區的 那個百貨公司美食街 20斤一個午餐 一個晚餐 大概就處理掉了 為什麼規壓條 他們會用常溫保存 不會把它放到裡面去 簡單來說 他們就覺得 他們應該把它處理掉 應該可以炒完 再來你放到冰箱裡面 你再拿出來 定期啊 你能賣嗎 會乾乾的 對會乾乾的 你就沒辦法炒 炒不動啦 所以他們不放冰箱的 對現在來講的話 他們東西來講 習慣不冰 甚至放鍋葉 好重點來了 3月19號你進了這批20斤 可是呢 生意不好 因為16號你進貨了 17 18號現在都有POSE機 打出來沒有幾個客人點啊 你說我16號進了20斤 我17 20號根本賣不掉 所以有人講說 19號就狂炒庫存 好重點來了 如果你16號進了 你真的沒有放在冰箱裡面的話 你是不是屬於常溫的一個鋪材狀況 你覺得平常百貨公司的美食街 人一多也是很熱 更何況你下班之後沒有冷氣空調 更熱 結果 啤消鬼才 19號就來吃 中了 另外一個 阿伯 22號來吃也中了 所以這一批就是非常重要的 你說這一批 就是3月16號進的規壓條的20斤 拿到20斤的規壓條 你等於說在22號的時候 都吃光了 都吃光了 好 還有一個重點 如果以你的POSE機來看的話 你的生意這麼差 怎麼可能前面賣不掉 你這時候全部賣掉 你23號我就很懷疑 23號這一批 是因為已經沒貨了 還是這一批貨已經知道 有人拉肚子了 不能吃了 所以把它丟掉再重新進貨的 所以如果你在24號你去扣的話 其實應該是有機會扣到的 問題是現在來講 再說過去已經沒有意義了 因為你衛生局去了一趟 新衛生局也去了一趟 都沒有扣到東西 你再回頭就查不到 而且剛剛講的 現在連王密室又回頭講 這跟規壓條是有關係 我們的規壓條裡面 原來有很多的玉米的成分 玉米成分 他是等於說 是讓這個米酵菌酸致命三條件 裡面是可能的 對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台灣怎麼會突然出現 這個米酵菌酸 然後讓那麼多人死掉 兩個人死掉 五個人中陣 其中五個人中陣 裡面有一個葉克膜裝到現在 以我們實際上來講 葉克膜只能夠保存你一段時間 那是一個協議幫浦 你裝越久後面的狀況是越不好 好 那你要有米酵菌酸 要有三個 第一個你要有一個 唐昌浦伯克氏菌 你要有這個東西才會產生出 米酵菌酸 我們有嗎 目前來講找不到 好 龜牙條有可能 因為它是玉米澱粉 然後它的溫度 所以我們以前以為說 這種板條 龜牙條 你要把你是米做的 要不要 它就有什麼 它主要的是 來自什麼 玉米澱粉 對 所以跟我們想像中說不一樣 那這就是 那就是它的一個介質 介質 好 這個條件有了 另外來講的話 這個溫度 其實22度到23度 也條件有了 問題現在來講 到底唐昌伯克氏菌哪裡來的 現在來講其實都查不清楚 說不明白 好 那現在 王明正說在兩個禮拜可以答案 有答案嗎 對 其實我覺得在兩個禮拜呢 它是會有一個化驗的結果出來 但是還是要回到那個點 你化驗結果出來 你要去怎麼扣 保齡茶室的現場 你沒有這個犯罪現場 你要怎麼去扣 保齡茶室的店長 廚師 你扣不到保齡茶室的店長跟廚師 你要怎麼去扣到李仿軒 你現在來講的話 就是一個串一個 如果你第一個現場 你這條線漏掉了 你後面是扣不起來的 你可能最後 我們真的只能雙手一攤 讓他 你就像那個武藝高中生 大家都知道有鬼 大家都知道不合理 可是大家都莫可奈何 對 當你沒有辦法 把關鍵商務拿到 他還找了這個王牌大律師的理由 上面要跟他講到 第一時間他就說 他在當天那天那幾天 我也讓我爸媽吃了 我也讓我老婆吃了 這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他找了律師之後呢 就知道講這個話 因為他就是在法律訴訟上面的 一個不確定性 你不要說你來這邊吃就出事 我們其他人也吃了 怎麼都沒有出事 所以在整個東西拉下來之後呢 其實你要去抓他 你要去扣他 目前來講 真的沒看到希望 我們剛才講 現在已經把保齡茶室裡面 35項食材 你的龜丫條醬油啦 包括油麵啦 全部都查了 我都查不到這個所謂的 這個米酵菌酸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真的能夠把米酵菌酸 然後這個成因 等於說保齡茶室 跟這些受害者勾連起來嗎 是的 我想 我們從公共衛生的一個角度 食物中毒的一個角度來看 很明確的看到 目前的不管是兩個死亡的個案 或者在ICU的個案 從他的體內都可以驗出米酵醇酸 這個毒素 這是非常明確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因為剛才這個前一個來賓也提到 是說 因為在保齡茶室這個地方 你看他的龜丫條 不要忘記 他可以說 他剛好天時地利人和剛好吻合 他是一個在PH中性的環境 然後呢 這個糖昌琥珀克氏菌 他最適合繁衍的那個溫度 就是在22到33度之間 常溫 對 那第三個就是說 他最喜歡的這個物質就是 脂肪酸的一些物質 像是玉米啊 椰子油等等這些食物 那如果這三個條件 都吻合的情況下 因為糖昌琥珀克氏菌 而產生的米酵菌酸 產生出來以後 就有可能被人吃下去以後 產生這個毒素的一個情況 因此在這個情況 如果說從這個角度來看 當然法 法律上是怎麼判 這是法律的這個事情 但是從我們的食安 從我們的這個中毒事件 食物中毒事件 你們覺得就是保齡茶室了 當然這個就是保齡茶室 無誤 為什麼呢 另外他的朋友吃炒飯的 是沒有事的 所以很清楚的看得到說 為什麼王必勝能夠提到說 龜丫條 看起來就是九成以上 就是那個龜丫條 有問題 很明顯就看到 因為大家都去那邊吃 那但是你看 吃炒飯的沒事 吃龜丫條的都有事 而且到目前看起來 病情比較嚴重的 也都是這些吃龜丫條的 這些人又發病了一個情況 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 我們去認定的話 當然很明確的看到 他發病了整個過程 也很明確的又驗到這個米酵菌酸 所以都可以驗證說 這個確實就是 可能在龜丫條 在天時地利人和三個條件下 所產生的米酵菌酸毒素 所造成的 第二位不信往生的這個患者 他是在新光醫院 當時你們說 他的這個發病的速度 我先看這個描述 他說發病的速度是 他的這個所謂的肝指數 一下到了一萬四 他的整個酸的酸度 倒到什麼 倒說 連洗腎都洗不過去 是的 我想民眾要先了解 就是說要了解 為什麼我們叫米酵菌酸 他是一種 栗腺體的一個毒素的原因 就是說 因為基本上來講 我們都知道 我們人體的細胞裡面 有個這個栗腺體 栗腺體會產生所謂ATP 也就是三磷酸 三磷酸腺幹的這個東西 ATP 也就產生我們細胞的能量 那這個米酵菌酸 就是會阻斷 栗腺體產生所謂的ATP 也就是說 我們身體所有的細胞 因為細胞是全身都有的 那如果他阻斷了栗腺體 產生這個ATP的 細胞能量的情況之下 當然這個一 shut down以後 包含在全身性的系統裡面 包含他阻斷你的腸胃的一些細胞的時候 你就開始產生噁心噁吐 當他開始攻擊你的 這肝臟的這個細胞的時候 當然就會造成肝臟的一個衰竭 造成GOT GPT 衝到一萬四之上 那如果他攻擊你的肺部 就會造成你呼吸不順 所以你要上這個所謂的 要給他用這個ANDO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病菌本身 它就是一個無色無味 而且毒性相當強 而且是攻擊我們人體 立腺體的一個毒素 也就讓你全身性的細胞 沒辦法正常的去運作 那造成細胞的凋零跟死亡 所以它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 才兩三天我的細胞就凋零死亡 就完全衰竭 才兩三天 因為他就攻擊我們細胞最核心的 那個這個立腺體 因為立腺體是我們 細胞的所謂的這個工廠 就是那個能量工廠 他把你的能量工廠破壞以後 讓你沒辦法產生任何能量 當然你細胞就很快的凋零跟死亡 才兩天就凋零死亡 他的速度就是進展這麼快 所以你看他一開始這個個案 進到醫院的時候 他是一開始這個個案 他在19號 事實上吃完這個國仔條 他是先到這個所謂的這個診所去看 為什麼 因為一開始他這個可能 米孝菌酸攻擊了這個腸胃道 導致他腹瀉三十幾次 之後呢 他接下來他又攻擊了這個肝 以後 那就贊成肝的衰竭 他會一直跑 對他會全身性的 因為你全身都有細胞嘛 所以這個病毒本身 你可以看得到 為什麼這次的病情 在我們星光醫院 看到的狀況是又急又快 你可以看得到 他基本上來講 他是22號就已經進到所謂的ICU去 22號進到ICU 25號就上了ECMO 到了27號上午的時候 事實上整個的一個狀況 包含我們可以看得到 最後他的病房 加裝了ECMO 那洗腎 也去幫他洗腎了 但是都沒有辦法去好轉 那包含後來早上的時候呢 他的血液 酸化的程度越來越高 再加上這個甲離子越來越高 最後可以說都洗不動了 因此在早上的 在27號上午10點鐘 心跳就開始出現不穩 血壓一直下降 強新增高蛋白都做了 但是還是沒辦法 聽你這樣講 他就沒有辦法治療跟處理的 對就是說 目前因為針對這個米孝慶酸中毒 醫學上目前看起來 就是叫支持性療法 所以支持性療法就是說 靠你的抵抗力 譬如說你現在沒辦法呼吸 我給你on handle 那你如果說這個 肝或腎 就是透過洗腎的方式 或者血漿交換的方式 這個都是一種叫 support的一個treatment 就是說透過支持性療法 希望你自己能夠去抵抗 這個病毒 或者讓這個病毒呢 消退代謝的速度快一點 但是事實上這個病毒呢 要消退的速度又很慢 因為它的半衰期呢 大概是100個小時左右 也就是說要降低 一半的毒素的時間 大概要4天左右 所以一旦你 如果說這個人 他吃到這個米孝菌酸的含量 是比較高的一個情況 再加上他自己身體本身的狀況 沒辦法去抵抗 那當然就很可能造成 所謂的肝腎的 急性的一個衰竭 所以後來這個個案不幸 就是所謂的器官多重衰竭 而造成的一個不幸的一個死亡 好 所以董事長 剛剛講的 這件事情啊 今天就查了 35樣的食材 竟然都沒有米孝菌酸 按照玉峰剛剛講 原來我們在第一時間 你該查扣的 你全部都錯失了 要講完講了嘛 台北市衛生局接獲通報 當天就是現場稽查 然後他說3月24號去的時候 已經沒有食魚了 換言之講 當台北市衛生局的官員 去稽查的時候 現場已經被清理乾淨了嘛 已經沒有什麼可能餐廳沒有食魚 一定有的嘛 所以就會變成說 是誰通知這個餐廳 把這個食魚 把這些東西要清理乾淨 所以有人通風報信 一定是有人通風報信 不然餐廳怎麼可能會沒有存貨 會存貨的材料 怎麼可能呢 對不對 那這個動作是誰通知的 所以當時的台北市政府的動作 有不正確的地方嘛 第一個他是 我看到他的講法 就是衛生局官員去了嘛 衛生局官員去的時候 他是接到什麼通知 在新北市通知對不對 通知他什麼事情 有人身亡嘛 身亡變成什麼案件 變成一個 變成治安事件了嘛 已經不是一個食品安全的問題 這有人就變成有人傷 就是變成 不管死亡的原因是什麼不明 但是有可能 我們可以這樣講 以這個以刑法來看的話 就是這個傷害致死 傷害致死 有人死亡 這個是重大治安事件 結果 當時就應該要會同管區 或是分局刑事組 偵察隊同步去做調查 都沒有 對 因為你衛生局只能做行政處理啊 直接開罰單啊 不是 而且要是吧 你至少把冰箱打開 你把東西清一清吧 他講了已經清乾淨了嘛 所有的犯罪嫌疑人 已經把所有的這個現場清理乾淨 所以找沒有食餘 他不是講了嗎 無東西 無物可扣 他的結果就是這個樣子 那是這樣子嗎 當然不是嘛 要是今天看到有死亡案件的話 就應該會從偵察隊一起同步調查 對不對 對 同步調查要幹什麼 押人啊 當場 你把我現場清理完了 你破壞現場了吧 破壞現場你就有串貢之魚啊 都說我先押起來 先帶回去先問口供 是誰叫你把你的東西清掉 他可以這樣幹嗎 不是 人死了不這樣幹嗎 要不然怎麼幹 他跑去開罰單 對 衛生局去開罰單幹什麼 我要查扣證物嘛 現在 所以說台北市太輕忽了 根本就是衛生局 他只有做行政稽查 而不是在做刑事辦案 這兩個都不一樣的事情嘛 我現在講的是 這個是一個刑事案件 你的態度什麼態度 然後這個是一般的行政案件 什麼態度 他現在搞的就是一個 行政稽查的一個流程 然後蔣安市場就告訴我們說 我沒辦法 我二次要去啦 沒東西了 那好 那現在變什麼結果 沒有東西證明是他幹的 那真的會像鈺峰講的 你現在找了一個王牌大律師 這些案子 你該不會最後他的老闆 他的組織 他的店長全跑掉了 不用王牌律師了 我當律師 我下指導期就夠了 無死加水準就夠了 還王牌律師幹什麼 你要證明是我幹的嘛 要跑得掉嗎 人死了 胸刀不見了嘛 可是他們都在你的餐廳用餐 身上都有這個米酵菌酸 還不夠嗎 那怎麼證明是我餐廳給的啊 你要證明我餐廳給他 給他做餐廳 你到過我餐廳 那你也到過台北車站啊 台北車站給你 你去過公園可不可以 你去過這個地點 不等於你有取 你有實用這個物品 這兩件事情嘛 對不對 所以你只有間接證據證明說 他有米酵菌酸 但是現在目前查不出來 查不出來的問題是錯誤在什麼地方 我們要回過頭去檢討 我上一次上個禮拜在這個節目 就講過一句很重要的話 我們的台北市政府 或是我們的衛生局第一線的官員 在做稽查時候的 處理的時候的辦法 就是有過於消極嘛 你第一時間發覺這個骯髒 或是你有沒有做 你是通報才去稽查 在這個餐廳已經有好幾家了嘛 你過去稽查過沒有 沒有嗎 我不知道他沒有出來稽查過啊 他有稽查但沒有什麼結果 沒有東西嘛 所以都虛應故事嘛 現在我們反而很簡單 講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目前沒有辦法證明這個餐廳的老闆 提供了米酵菌酸相關的物質 給病人而導致消費者致死 是不是這樣講 人們證明嘛 不能嘛 你證明給我看啊 劉寶卷證明給我看啊 證明你而人證明 跟你身上都有米酵菌酸 你就到我店裡面吃過東西了 吃過東西就要 那我在隔壁也吃過怎麼辦 這個刑事犯罪沒有那麼單純 就是很簡單 就是證物嘛 毒物嘛 我現在是因為食物中毒死亡嘛 那這個毒物本身 是來自於我餐廳提供的嘛 這那麼簡單一件事情 你證明給我看嘛 對啊 你沒有辦法證明 我當然 他壓人來收押都不敢收押 他可以押 對齁 今天我是檢察官把他押起來 他敢不敢押 第二個事情很簡單 他有施檢對不對 他解破了嘛 施檢裡面有沒有 胃裡面有殘留物嘛 有殘留物 殘留物是不是 是不是龜牙條嘛 是不是嘛 如果是龜牙條 是這個食物 然後這個食物能夠證明 來自於你這個店裡面的話 這個也直接證據 這個也可以承案啊 所以因為有一個是在他的胃容 等於說裡面的胃裡面找到就可能 對胃裡面找到 沒有 他現在從他胃裡面找到米酵菌酸 對 他沒有說在胃裡面找到 保齡提供的食品 這要直接證據嘛 就要胃裡面找到殘留物 證明是保齡提供的食品 好 那這個老闆就收押 很簡單嘛 到今天沒有啊 今天那麼 你看到我們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 我們的次長 對 晚上還在唱歌跳舞 他在唱歌跳舞 他是合唱團的 他不是說他很認真 在辦這個案子嗎 他每天開記者會 對 他開記者會 是給你看到一個布阿彬嘛 給你表演的嘛 晚上他從另外的表演 晚上他跑去看什麼 你看到沒有 他唱歌啊 他是樂團的樂手啊 他還有另外第二專長 他這個第二專長 比第一專長有點違和感嘛 拜託這個 你蔡英文的官員 當市長你要下台 你有個樣子 在那邊唱歌跳舞高興的不得了 讓人家家裡面 狼刀的吸狼 你知道嗎 隊長今天請你特別怪就是 天下雜誌做了一個白色風暴 我們都很驕傲我們台灣的醫療體系 我們都覺得我們的健保是世界第一 可是他裡面做到幾個數字幫我嚇一跳 他說我們現在台灣的人的壽命喔 已經輸給韓國了 我們現在糖尿病的死亡率 竟然是日本的七倍 還有一個就是心肌梗塞 我們心肌梗塞的死亡率 現在高到25% 也是周邊國家最高的 是的我想就是說這一期的天下雜誌 點出一個台灣健保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就是說大家都認為我們台灣的健保是世界第一 但是事實上包含台大醫院的院長 跟我的看法是一樣 就是說事實上我們台灣的健保看得見 就是看病很方便對不對 看得見 對一條捷運上 從這個萬方星光馬街 一條線上就有五六家的醫學中心 你看一條捷運線有五家醫學中心 看病的可淨性非常高 所以看得見 那也看得起 就是我們的醫療費用 事實上是合理的 也就是說民眾基本上都看得起病 但是看得見看得起 有沒有看得好 這就是我跟台大醫院的吳院長 要發出的一個挑戰 所謂看得好或不好 不是我們自己的自覺好或不好 這個是必須要在實證上 跟全世界的國家一起來比較 你才知道說到底 我們的健康的結果是怎麼樣 我們不好嗎 也就是對沒有錯 也就是說當我們拿到這個世界上的平台 像Lenset雜誌我們一評比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我們台灣 在平均餘命上 在新生兒的死亡率上 在癌症的五年存活率上 疾病別的死亡率上 以及可避免死亡率 這些指標 我們在亞洲全部落後給日本 韓國跟新加坡這三個國家 那如果用全世界的 在Lenset雜誌2015 2016 2019的雜誌上的評比 大概我們就是排名35名到37名之間 對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辦全民健保的目的 是要讓民眾的平均餘命更高 不健康的餘命要縮短 或者要降低癌症的五年存活率的 要提高五年存活率的這個 這個自律率的話 那事實上 這個我們跟全世界一比 不是說不好 而是說大概就是三十幾名 那亞洲就是日本 韓國新加坡 還落後在他們之後 那這裡面我最不服氣的是什麼 我跟各位報告 就是說我們在1996年 我們平均餘命比還比韓國人多一歲 1996年 對 經過24年以後 我們竟然落後韓國兩歲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韓國在從1996年 2000年以後 大幅的提高對醫療的支出 包含他們在醫療支出 佔GDP已經在8%以上 我們大概只有6而已 可是這個數字是真的嗎 我們現在糖尿病的死亡率 沒有錯 居然是日本的7倍 還有我們台灣的急性心肌梗塞 你們剛剛講 我今天高達25% 荷蘭15 英國10 以色列只有10 其他都比我們低耶 沒有錯 所以我就說 我常講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我們自己都覺得說 好像我們的健保是世界第一 可是這個健保是不是世界第一 是國際的知名的這些雜誌 權威性雜誌的評比 才能夠認證你在照顧的最後的 quality 跟所謂的 outcome 是不是世界第一 那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不但不是世界第一 也不是第二 也不是第三 全世界大概就是35到37 而且我們過病的時間 這麼長 嚇死我的8年多 對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確實在醫療支出 投入不足 已經造成很多問題 我舉一個例就好了 這個美國只要有癌症的新藥 可以治癒這個像是癌症的末期的病患的這樣的新藥一出來 日本它納入健保的時間平均差不多60天 那我們台灣要幾天才能納入健保 555天 那就算了 555天 譬如說這個癌症的新藥 它有12個適應症 有12個indication 日本是12個indication 全部都納入 我們台灣經過500多天 只能納入幾個項目 差不多三分之一的項目 最嚴重的才能納入 剩下的全部什麼 你要自己自費 健保不給付 為什麼 因為健保錢不夠啊 健保錢不夠 所以就沒有辦法 快速的引進新藥跟新科技 這也就是我講的 當我們對醫療支出 投入不足的時候 就會造成 新藥新科技速度會變慢 還有造成什麼 醫療機構因為收入的降低 造成我們對於這個什麼 醫護人員加薪 就不能的那麼的快 那造成你看去年 醫護人員就紛紛離開這個現場 來做這樣的抗議 我們要講的柯文哲 他現在幹嘛 他在賣T恤 他賣T恤上面還有一個7點半 就鼓勵大家 早上7點半就開始上班 這無所謂 這是你喜歡就去買 可是一般來講 你政治物賣這些東西 都是你在選舉的時候賣 怎麼現在太平歲月 你才拿到很多選舉補助款 你在這個時刻 你開始要賣東西 你不再賣東西 你最在乎是什麼 最在乎是 我在募款的時候 有沒有被駭客攻擊 我的募款的時候我順不順利 以前都說柯文哲很害羞 我會覺得這什麼可能 結果他怎麼搞會賺這種 沒有錢 你如果對柯文哲這個行為有意見 代表那是你的認知有問題 我的認知有問題 對對對 柯文哲我覺得他走上正軌了 他是以一個網紅的身分 他現在開始正式經營什麼 電商嘛 代購嘛 團購嘛 他把民眾黨當電商 他自己當電商 他自己當電商 民眾黨只是他的經營平台而已 所以柯文哲現在已經找到正途 準備要發大錢了 因為他已經搞懂一件事情 他靠網路靠流量 有沒有辦法賺到錢 賺不到 沒辦法嘛 你一定要帶貨 直播帶貨 才可以把它變現嘛 所以柯文哲 所以他現在在變現 變現 他要把他的人氣跟流量 因為他現在有觀察到一個大數據 急速的下滑當中 所以 在這個下滑工程當中你知道要做什麼嗎 對嗎 能撈就撈 趕快賺錢嘛 對不對 如果等到撐到谷底了 我還要怎麼撈 他不是講說他現在是台灣政治人物裡面 身量最高的嗎 那是過去式的各位 過去式了 過去式的隆景嘛 我就講好 我們地震一 柯文哲辦這個我們講的 小草界面會 保留台北市議員說我們讓你當一議員好不好 你說360很少對不對 保留哥我不這麼認為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以網紅的號召力來講 粉絲數來講算蠻多的 可以叫出360人 因為你不能把他當政治人物嘛 你不要 他現在你不要用 總統 曾經的總統候選人的身份 而用網紅的身份看就不一樣了 對而且他 乃克文哲這麼開心 而且他這個還是會員專屬活動 你知道為什麼嗎 報名360人對不對 他是同步宣布說 這跟我們的海選幹部計畫有相關 所以有來有機會嘛 等於大家先打過見面之後 未來我有機會來這邊找工作 所以這360人裡面 很多人都是來找工作的 來找工作的 對嘛 所以對於柯文哲來講當然是這樣子嘛 但與此同時 為什麼我講 他找到一個正圖 保留哥你仔細看喔 他賣了什麼東西 他找到一個流量密碼 以及商機密碼 賣T恤 你知道為什麼他要大量賣T恤嗎 賣T恤會賺嗎 最便宜 T恤根本沒有成本 跟各位報告啦 賣T恤成本很低 我自己也在夜市混過嘛 對不對 像這種T恤你如果找那種台灣有廠商的 有兩種 一種是你找那種大學成 大學成可以製作團輔嗎 一件一百多塊嘛 你更聰明的直接找台灣廠商 甚至是有在國外設廠的廠商 你知道這一件成本多少錢嗎 多少錢 100塊以內 他等於就是你只要壓字 所以你仔細看柯文哲 壓了那個廠商那個字有沒有 7點半 7點半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Key Promise 有夠陽春 連上面的印刷都是要有成本 越複雜成本也越高 就好像搞定為什麼7點半 不是他鼓勵大家7點半上班 是這個最便宜 對 就販賣信仰變現嘛 而且你看他還特別聰明 他真的有商業的頭腦 我必須讚揚他 他說我一件T恤590 然後我另外再加掛15個這種綠掛式咖啡 結果算一半 算咖啡 對對對 寶傑哥你知道這個最聰明在哪裡嗎 跟早餐店一樣 早餐店你知道最賺錢是什麼嗎 咖啡 飲料 飲料最賺錢 漢堡不賺錢 客人就知道 賣這個衣服不夠好賺 我說結束賺 我們家民國72年開美而美 72年開美而美 你知道那時候 做一包咖啡成本多少錢嗎 一杯咖啡賣10塊 成本1塊錢 再加上杯子 哈姆湯加起來成本3塊錢 對 我剛剛有幫你試算過了 15包咖啡 綠掛式的喔 你知道一包賣多少錢嗎 40塊 貴死了 我直接去便利商店買才40塊 他一包賣40塊 而且更可怕的是什麼 還是打折過的喔 保安哥原本他10包賣多少錢嗎 多少錢 800塊 我在那邊幫他宣傳 一包80塊 一個綠掛式咖啡 80塊 各位喝的不是咖啡 喝的是信仰 喝的是價值啊 開什麼玩笑 那為什麼我說柯文哲 他已經正式 從政治人物的領域完全淡出 專心做他的網紅視野 看一下他的天下雜誌 收藏滿意度好不好 這是過去在2022年的 來 保安哥第幾名 2022 我直接把他順下去 22 就第二十二名 吊車位 排22個縣市 他排22名 對 就做這一爛的 所以他講的難怪吧 柯文哲是什麼 沒有成績 只有成一 但我覺得有最誇張的事 好 他現在 說什麼 沒有成績 只有成一 對對 他現在是成一 只剩下七點半了 對 只剩下早上七點半 可以出來說嘴 因為各位 你細思極恐好好去想一下 柯文哲從總統大選選完之後 他到截至目前為止 他閉口開口 一般來講 縣市首長都很喜歡提自己的政績 比如說有人說 喜歡說我蓋捷運 有人說我招商引誌 有人說我找台積電 那保德哥你知道柯文哲 他最喜歡說自己的政績是什麼嗎 是什麼 7點半 我跟你講 7點半就上班了 每天都7點半上班 他講這句話 我跟你講至少講超過10次以上 不是 我對柯文哲 最佩服的是你當了八年的市長 沒有一條捷運 在你手上減產 我們家旁邊那個萬大線 還遙遙無情 對 保德哥 但我跟你講你覺得他在不在乎 自己這件事情 他不在乎嗎 他已經完全放開了 他現在一心一一專心 事業要把生意做好 而且也做得挺好的 先前還記不記得大家 他講說 我要開了蕭炒咖啡廳 後來是不是被人家吐槽 說你這個政黨經營違反 對不對 保德哥我跟你講 你知道剛剛那個木殼好店 木殼好靴 他是什麼嗎 他就是線上咖啡館 你都沒有注意到 對不對 他是不是賣一包一包咖啡 一包一包咖啡 價格一杯八十塊 是不是跟咖啡店一樣 咖啡店是不是有周邊商品 對 所以他是在網路上先行試營運嗎 他還是要賣咖啡 對嘛 而且我跟我講 在記者會上他有被問到這個問題了 他把心中生意人的算盤 不小心講出來了 犯大忌了犯大忌 為什麼這樣講 記者問他說 不對啊 柯主席 你這個政黨補助款 我跟你講你每年至少可以拿1.5億 你總統選舉補助款也1.1億 不是啊 補助款都發下來了 他一直跟小草要錢 你是把他們當搖錢草嗎 你知道柯文哲怎麼回答嗎 他回答了兩件事 他說沒有我跟你講 第一喔 這個是算什麼 免費啦沒有 省錢的廣告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喔 他們會穿著我們T恤 在外面走來走去 幫我們人肉廣告 他把這些小草當人肉廣告 我要買你 給我給你買你的T恤 我要到你的廣告招牌 老闆哥他騙人 你有沒有直接到他剛才騙人什麼 不是免錢也不是省錢喔 是可以賺錢的廣告喔 因為你要當柯文哲的廣告 你還得要先付多少錢 付五百九 要先付五百九 七雄五百九 對對對 結果他到後面呢 才開始亂扯 扯說什麼沒有啦 我就有希望年輕人 早上七點半喔 就可以趕快上班 創造一個新的文化 各位 我把這個整個總結起來 柯文哲講了一件事情而已 他說 你們年輕人 早上七點半上班 爆肝之後 賺到每個月的薪水 記得來我的木殼好店 來消費 然後再出去外面幫我通廣告 是不是史上聰明絕頂的商人 最聰明就莫過於遲了吧 結果保留跟妳知道 後來發生什麼事情嗎 我後來覺得太怪了 我後來就仔細再去重聽他的記者會 結果沒有想到 記者是不是說 你把小草當成搖錢草 對不對 這句話沒問題 沒毛病嘛 結果 在柯文哲的頻道裡面 完全聽不到這個字 搖錢草 他會變成你知道什麼 他變 你把小草變成 草 你把小草變成 草 就搖錢不見了 搖錢不見了 然後也沒有聲音 然後就這樣 完全靜音了 所以難怪柯文哲辦公室裡面 掛毛主席的畫像嘛 因為在全世界 我跟各位講喔 我們這種亞洲國家 只有兩個人會幹這種事情 一個叫習近平 第二個就叫柯文哲 竟然天才至此 可以把我們講 記者所念的東西 問的問題給屏蔽 但是不只是如此 他所有的商品 零零種種 現在都被人家檢討出來 除了T恤也五百九 手錶賣兩千塊 他還賣手錶 而且不好意思 我有在夜市待過 跟各位介紹過 那個手錶跟你講 那成本可能一百塊 我都覺得算有點貴 就很陽春 但上面有價值 有KP 然後賣喇叭 反正喔 他還賣喇叭 賣喇叭也是兩千塊 柯文哲系列商品喔 我就未來 層次層不同 不斷推出 但我就訪問一件事情 請問這是一個政黨 應該做的事情嗎 或許你覺得不是 但因為柯文哲 如果以網紅來說 當得非常稱職 好 這樣我們看到 柯文哲非常不高興 就這樣 你們幹嘛老是問我 我又沒有錯 錯是柯文哲 他說 你就講完 你把台資光的約 給我解開看看 可是他講的不對啊 大家問你的時候 你為什麼那兩千 那個什麼錢 兩千二到底是誰訂的 沒錯 你為什麼訂這個約 而且我們看了以後 才恐怖的是 你是警察局 特別訂了這個約 我們就調了全台灣的警察局 你柯文哲訂的錢最貴 而且事實上我們過去 對柯文哲的印象就是說 他吵架一定會吵贏 跟國民黨吵 跟朱立倫吵 都一定都吵贏 可是在這個台資光裡面 你不覺得 他好像講的都有氣無力 而且講了就覺得 好像卡卡了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知道 他陷入一個陷阱之中 他現在可能逃不出來 他心虛了 所以他自己講的時候 有時候會有一點心虛的逛逛 譬如他這幾天 我覺得很奇怪 明明是做錯的啊 搞到現在變成是在檢討我 他認為說是 這個蔣萬安做錯嘛 他就說你看 現在有弊案出現 那請蔣市府把合約解除掉 做一下給我們看 看看你過程要面對多少的問題 保證他這裡面講話 有什麼問題嗎 有弊案出現 你在的時候就有弊案出現 那他為什麼不做 因為他覺得 會面對很多問題嘛 所以他不做 他說那你蔣萬安去做嘛 我做不到你就做得到嗎 結果蔣萬安也出來跟他回應 他說我們問你的是你2017年 為什麼要訂那個約 那你不要去說 叫我們解這個約 你不是問答B 你很奇怪對不對 好那我們就跟他講 這為什麼現在還有一點左字右書 講不出來嗎 因為我們就把我們調出五都 他跟警察局簽約對不對 對 五都的這個監視器的這個相關的招標 對不對 好我們來對比一下 對比新北市 桃園市 然後台中市 台南市跟高雄市 好他數量 其實他們採購數量也不會比台北市少 另外一個他們的數率來說 也不會比台北市慢 台北市來說的話 大概約莫是2M到3M左右的數字 但是我們看這個價錢 價錢來說的話 保證你知道費率來說的話 當然你看如果比較貴 你看他有到5G 那用2700嘛 那實際上 如果你直接來算的話 很多縣市 其實都不到2200 那你為什麼那麼貴 你都幾百塊 七百 四百 而且他們都是什麼 他們都是一年一約 跟中華電信簽約 也不需要跟中華電信 因為中華電信是允許你綁 那一年就好了 沒關係 我們可以慢慢 因為速度一直越來越快 所以我們把它調整好 就這樣 每年一約 一年一約嘛 因為有更新的速度 比如說像以前 從4G到5G 未來搞不好6G 如果你一年一約的話 可以調整嘛 問題是你把它定死了 你把它定死 那個案子 定了那麼久的時間點 請問你 你未來技術怎麼去更新 你就只能夠按台字光的 這個光纖網路 未來升級到6G的時候 你還是要用台字光嘛 所以現在大家就說 你為什麼要簽 那個台字光這個案子 他現在說 你去把這個母約給我解約看看 所以這邊他講的 不清不楚 而且他根本也打不到 整個問題的重心點 好 所以董事長 柯文哲本來很神奇 所以你們剛剛都針對我 又不是我做錯了 你有本事的話 就要講完去解約看看 結果人家講 我根本不是問你啊 現在才知道 為什麼柯文哲那麼緊張 為什麼今天當什麼 所謂的議事議員 被收押以後 他馬上要跳出來 忍八年了 你越看那個 20106年的那個合約 太離譜了 柯文哲這個案子本身 已經荒腔走板了 你看他整個人亂掉了 他每天罵小文哲幹什麼 你一個前任市長 他一個前任市長 你罵蔣王 蔣王比較好罵嗎 然後第二個 他連副市長 那個李四川出來 講兩句話 他把李四川也講 你憑什麼資格講話 這個簡直是囂張 而且沒有禮貌 粗辱無聞到極點 就是簡單粗暴 這個事情耍嘴皮沒有用 劉寶傑 我告訴你 這個檢察官在辦 在辦了 檢察官不會跟你吵架 檢察官慢慢看 慢慢弄 如果時間到了 柯文哲知道 船票快要來了 你剛剛講很清楚嘛 他兩千二他四百嘛 為什麼六都其他是四百七百 你台北市兩千二嘛 那這個多的錢去哪裡了嘛 為什麼這個陳崇文銀行 裡面多了兩千五百萬 那兩千五百萬裡面是陳崇文嘛 那我請問你呢 那其他的官員有沒有拿呢 這是貪污舞弊案嘛 貪污案本身這個案子 可一定辦得出來 而且辦得出來 理由很簡單 就是他有錢在裡面被逮到了 對 那陳崇文一定會把他咬出來 一定會咬嗎 百分之一百 而且他現在是什麼 他現在變網紅了嘛 剛剛雨萱不是定義過了嗎 他有什麼政治權利 他有什麼身分 沒有了嗎 他跟我一樣嘛 對 我還不是網紅 我只是一個媒體人 他在賣 他在 我還沒有賣衣服嘛 我還沒有跟小草割小草 他賣衣服 賣綠掛包 賣這個擴大機 他什麼都賣 所以他是一個帶貨的網紅嘛 我是檢察官 就把他傳來了嘛 傳來了 當場就把他改被告嘛 這個不是簡單的一個事情 就是他這個事情跑不掉 好 雨萱 剛剛講的 這件事情 按照吳董所說的 真的已經在辦了嗎 對 其實我覺得 很多東西在運作當中嗎 對 我覺得其實柯文哲 他自己也知道 案子已經在走在動了 你不覺得講這句話很奇怪嗎 這句話的意思 我覺得 現在有弊案出現狀況下 請蔣市府把合約解除掉 做一遍給我們看看 看你過程要面對多少問題 對 如果他被檢察官傳去的話 因為現在真的有弊案 有弊案就是這個 2200塊的一個問題 檢察官一定問他說 最關鍵真的是2200塊 就是這個問題 陳松文才被壓 如果有這個狀況的話 你也說你忍了八年 你為什麼不解約呢 跟他講說都是議員在搞啊 而且他丟了很多民進黨的議員 你們逼著我要用3MB 用3MB才有2200的問題啊 對 好 但是呢 這個東西來講還是回到那一句 議員能夠為事 能夠敲編谷 最後還是你決定的啊 所以呢他一定要為自己辯駁 說這個東西沒辦法解約的 如果解約一定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這句話我看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他已經在跟檢察官講了 所以他一定會遇到這個問題 所以他這句話 已經是來講給檢察官聽的 另外來講 檢察官一定會問一個問題 你如果真的覺得有狀況 那你為什麼要訂這麼高的一個價錢呢 很高嗎 你仔細看這個狀況來講 真的是 我們先來講一件事情 得標者為什麼都是中華電信 因為中華電信已經深入 每個家庭的最後一理了 都已經鋪好了 所以記不記得 我們曾經在這裡講過一件事情 警察局 沒錯 這件事情的前世今生 就是警察局要裝監視器 警察局想法很簡單 監視器的鏡頭買來 倒去 中華電信的光線 接上去 而且中華電信是不是承諾說 要開一條專用的給他 所以呢 五都來講都是用中華電信 你為什麼一定要用台字光 這到時候已經好農民幹了 好農民用了台字光 我只能跟上去啊 那個是說不通的 那也說不通 你在法律上是說不通的 因為他是優先 優先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他提的費率比較好的話 你可以優先給他 問題現在看起來 比較來講的話 沒有比較好 人家都已經在5G了 一千多MAY了 然後呢35MAY 450MAY了 你的3MAY 你的3MAY落在哪裡 剛好死 死在哪裡 台中市 人家來講的話3MAY 是這裡 而且呢 你還是人家的一半而已 人家是多少 6MAY 幾百塊而已 463塊 463塊 好啦我就算你60MAY 60MAY491塊 你的價錢為什麼會這麼不合理 所以現在來講 柯文哲如果去講官來的話 這兩件事情 所以台中差這麼多 台中有32378G的 6MAY到60MAY 等於說 價錢 463到491 對 你只剩人家的一半 但是呢你的價錢 就是人家的四倍 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在檢察官那裡 其實我覺得柯文哲要過關 沒那麼簡單 馬英九今天到了中國去 到了中國第一站 到了深圳 到了去看了騰訊 看了大江無人機 你看他今天這麼高興 這麼高興應該要講的 因為春風得意馬蹄級 可是沒有想到 到了騰訊以後 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狀況 當然馬化騰訊 還是禮貌 我出來了 馬化騰訊 那個臉嘔嘟嘟 然後呢他還通知 所有的記者什麼 不要公開我跟馬英九的所有合照 對這非常好笑 因為馬英九今天 在桃園機場發表演說說 他不是代表黨 他也不是代表總統府 因為他本身來講 已經卸下這個職位了 因為他沒有任何代表性的 對他以個人身分的方式 結果去 結果你知道他在這個機場 要出去的時候 哇那個揮手啊 那個非常激動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呢 因為他的歷史定位 已經定下來了 原來他可以馬熙二會 那馬熙二會為什麼呢 他為什麼那麼開心呢 因為其實去年的時候 記不記得 他對他去記主的時候 沒有人理他 沒人理他 對他的行程也沒辦法到北京去 然後甚至他見的官員也是有限 連這個所謂的高階的官員都見不到 今天不好意思 習近平需要你了 習近平就把你召喚到北京來了 是習近平叫他去的 是的 所以你不要以為說馬英九自己 自己覺得說好像很厲害喔 就是說對岸需要他什麼之類的 不好意思喔 今天從國大陸的網友也爆炸鍋了 他們認為說不歡迎你 不喜歡你 為什麼 而且所有的馬英九 要到對岸的訊息全部都封殺 更重要的是什麼事情呢 他今天到了這個騰訊的時候 馬化騰見他的時候 而且還來私底下交代媒體說 不要把這個照片放出去 那為什麼會這麼小心 所以百一九訊那邊是 習近平有拿來做大外宣的 帥哥現在也準備找那個小老弟 日本啦 菲律賓啦 到美國來進行這個高峰會議 對他要跟岸田圍雄也要跟小馬克 是見面的 然後南海搞成這樣子 現在全世界都在圍中的情況之下 那這時候呢 剛好什麼 520又要就 賴清德要就職呢 賴清德會講什麼話 不知道 但是呢 至少把你 馬英九找去 告訴你說 我今天就是透過你馬英九 我在跟你見面的時候 對全世界糟告我的對台政策嘛 所以馬英 這個習近平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在做表現 所以馬英九這次來講的話去 是被人家當做一個什麼東西 就是傀儡的概念 我對你講話 但是事實上是對全世界講話 而不是對馬英九講話 但是馬英九非常開心 他認為說自己已經達到 而且你講說 馬英九已經走上又不歸路了 馬英九其實以前 他是得到美國信任了 可是在2015年 當時的馬習慧之後 美國已經完全不相信他了 在美國完全不相信馬英九的狀況下 他只剩下中國這條路了 那時候2015年11月7號的時候 馬習慧 結果馬英九是在4天前才告訴美國 那時候美國很興奮 為什麼興奮 他直接去問朱立倫 因為朱立倫是總總候選人 問他說你為什麼 你國民黨的 為什麼在搞這個東西 然後從來沒跟我講 朱立倫也不知道怎麼交代他 沒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啊 當然朱立倫後來選的狀況不是很好 但對馬英九來講的話 他為什麼要隱瞞呢 他為什麼要對美國隱瞞呢 他不是已經哈佛大學畢業了嗎 是美國也培養出來的 這樣一個政治人物嗎 為什麼他要欺騙美國 所以對美國來講的話 他就認為說 這個人不值得信任 接下來的話 馬英九所有的動作 還有所有的行為 在美國的眼中 當然就是已經是 過氣的一個政治人物了 政治觀點 獨家內幕 國際趨勢 財經焦點 重案解密 火線蒐集 全方位報內幕話題不設限 我是張道合 有意大眾 關鍵時刻 週六週日 決戰關鍵 等你來上線 等你來上線